你忙 你忙 忙得理所遇到 如今月亮的光芒一晒过太阳 女人开始闯荡 男人占领厨房 习做饭煲汤 已不是不是你的战场 再把护风换雨 也不是我的专长 曾经五千年历史的女落南墙 如今熬到女人起义 妇女解放 你忙 你忙着日子过得有点发慌 你忙 你忙着未来 让我不敢去想 能不能给点希望让我看清方向 能不能留点时间让我告别 告别往日辉煌 我一心在为家而忙 希望你能多点体谅 家里家外换个方向 把日子过得更漂亮 我不想和你比谁强 希望你学着去欣赏 将来争取到头来十两 白居上 如今天下的风光都为他们眺望 女人开始变强 男人不想退让 对酒当歌谈唱 早已有模有样 挥洒自如创当 可是理所应当 曾经一家人一时的前事后放 如今交给男人来当 自己换身衣服上场 你忙 你忙着事情做得漂亮 你忙 你忙着做人做出担当 能不能给点念想让我挂在面上 能不能留点空间让我隐藏 今日悲伤 我一心在为家而忙 希望你能多点体谅 家里家外换个方向 把日子过得更漂亮 我不想和你比谁强 希望你试着去欣赏 幸福生活掌握在我们手上 这张订单来之不易 希望大家通力合作 保证安期发货能做到吗 能做到 蓝总 最近外地经销商拖欠了不少货款 我已经催过了 但是效果不明显 你让我马上筹集这么一大笔资金 有难度啊 没钱怎么敢订单啊 下一步我还要谈浅兼变的事 需要一大笔资金呢 再催 是 行了 没事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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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乖乖乖 拜拜 啊 好 吃人了 爸爸汇报一下 拜拜 来 来 要是每天回家都能享受这种待遇 我就是在外头泪成孙子也值了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 但那是不可能的 你还是抓紧享受眼前的吧 自从我回家临时代理主妇以来 你好像过得很爽啊 是啊 简直是爽得不得了哦 郭阳 当男人怎么就那么好啊 在外头成天见干大事 家里的小事一律不用操心 回到家把前往老婆面前一拍 就能吃现成的用现成的 还能享受老婆 嘘寒温暖的关怀和微不知的照顾 还有儿子的盲目崇拜 怎么想都是当一男的 比脱身个女的来的划算 可惜了 我妈当初怎么就把我生成了一女孩呢 你那意思不就是你负担比我重 我比你轻松自在吗 反正你当管家这几天 我是很轻松自在 我在家待几天你就开始挤兑我 你怎么不想想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责任还比你大得多 钱还比你挣得多呢 我这不就畅想一下吗 你让我心里满足一下又不吃亏 你是不是当主妇当得特憋屈啊 憋屈倒谈不上 为你和儿子服务我心甘情愿 那要是像现在这样 永久为我和儿子服务呢 那谁出去给你挣钱啊 我明白了你还是不甘心呢 你跟徐晓宁啊确实不一样 人徐晓宁在家待的是嘻嘻哈哈 没心没肺 你呢情愿在外面当孙子 也不愿意在家当老大 情愿在外面受挣钱养家那份羊醉 也不愿意在家享受自由自在的快乐 你答对了 我是以顶天利利的雄性成员 徐晓宁充充兴养是以中性 我们俩没有可比性 这么说人就不尊重了啊 要让蓝芯知道你在贬低她老公 小心她挠坏你脸 按脚 老公 怎么又喝成这样啊 挺聪明一女人 怎么就不知道爱惜自己呢 老公 新酒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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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给你备好啊 喝吧 喝完肯定舒服点 再喝一口 老公 老公 难呢 什么事那么难啊 不说了 行 不说了 不说了 难呢 媳妇 什么事那么难啊 你跟我说说行不行的 把包给我拿了 都醉成这样了 还惦记那点工作呢 回家不许处理工作 我处理怎么办呢 一大堆的事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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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你得学会放下啊 这有舍才有得 今儿啊 什么事都不许处理 你把包给我拿来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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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事那么火急火燎呢 外地经销商拖欠货款清单 安徽 河南 江西 四川 媳妇 你要多考虑大正方针 别老为这鸡毛蒜皮事操心 我最近啊 正在研究这个 心理学跟逻辑学 要不讨债的事交给我的了 心理学和逻辑学 跟讨账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了吧 这欠债人的心理 你的钱在我手里 得罪了我 对你更加不利 所以一般这讨债的人呢 不想把关系弄僵 这欠债人呢 也不怕你来催账 是吧 我不还你钱还有理由 你肝没辙呀 这就是那些臭名昭著的 老奶们的逻辑 如今啊 是高科技时代 这讨债呢 也得对争下游 交给我吧 我自有分寸 喂 老同学 我徐晓宁啊 对北京的徐晓宁 好久不联系了 听你这体气十足 声音洪亮 又升官了吧 还在工商局 管理着全市大小企业 太好了 我听我媳妇说 你们那城市风景秀丽 盛产美女啊 什么时候来北京玩 带着你媳妇 也让我们饱饱眼福 没问题我接待啊 我接待 老同学 有个事啊 我要麻烦你一下 看着他们 我突然有一种 被生活抛弃的感觉 不至于吧 媳妇 不错呀 还有这方面的意识 说明头脑还算清醒 如此可教 还好有你们两个死党 不然连个知情朋友都没有 日子不知道怎么混了 我最近都有一点 不敢照镜子 所以也不饶人哪 我觉得呀 女人是应该注意 并婚后自身形象的增值了 要不然 一不小心 从已知知收可热的机油股 变成无人文件的垃圾股 那个就惨了 李媳 你这样想就对了 现代社会 婚姻家庭的安全系数 已经下降了 妻子们的危机感 也越来越强烈 要想让自己 不至于恍恍不可终日 就必须自己做点什么 来稳固自己的地位 这总比 每天站站经济地担心 总有一天被老公甩了 更具意义 更积极吧 所以李媒 我看你啊 还是给我下海吧 下海可不是小事 再说郭杨现在还忙着呢 又是郭杨 你除了郭杨和小杨之外 你一无所有 你还像个现代之常的 支持女性吗 便宜再多 女人还是女人 保持女人的特质 有什么不好 再说 最近我和郭杨 正在重新寻找 婚姻恋爱的感觉 这种时候我这么做 肯定不合适 你得说服郭杨支持你啊 我就不信 你那么精明的一个女人 放了那么好的机会 你就一点不动心 我可没你野心大 我只想把我的家庭生活 好好经营好 让杨阳呢 快快乐乐地长大 郭杨呢 高高兴兴干她的事业 李媒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我看在你的眼睛里 明明藏着躁动和不安吗 去你的 李媒 杨丹说得有道理啊 你呀 就是闲的 我还闲 我家里家园忙得都快累死了 我是说你思想闲的 你呀得把你的心填满点 你看我现在 恨不得一个人掰成两个人用 我哪有故想那些 也是 自从郭杨回了家 我这心里就更空了 成熟地做噩梦 对了 郭杨回家的这些天 你感觉如何呀 要说生活呢 是舒服多了 终于有人照顾我了 可是一想到 她的工作还没有着落 我这心里就有点紧张 你想那么多干吗呀 你先想说想说再说嘛 是啊 郭杨这一回家呀 我才真正发现 女人的确需要一些自我空间 结婚期年一直被家务束缚着 我都快找不着自我了 你说要认男女的角色互换 让男人在家照顾老婆孩子 女人出去挣钱养家 让男人怀孕生孩子还不如 那咱女人的生活该多自在呀 这才是真正的翻身当家做主人呢 你这想法不错 那些臭男人就没有精力惦记 外面那些美女了 光伺候孩子就把他们累得 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谁还有他们呀 李梅 如果你觉得目前状态好 趁郭杨现在还没有工作 不如你直接跳槽到我这儿来 把你家来个乾坤大吊个儿 男主内女主外 直接转化成蓝芯许晓宁我时 那郭杨肯定接受不了 你别见光考虑她的感受 你先想想自己的主观意愿行吗 想想 李梅 回家好好想想 想好了告诉我 我觉得你以后 得多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 很快你就会找到感觉的 我已经想好了 你就发挥你的强项 给我当财务总监 怎么样 论事业前景 你肯定比我强 你认为家庭和婚姻失去自我 如果结局是结代欢喜 那算运气好 如果结局不好 就会很惨 那剩下的 就只剩悲哀咯 看你们家郭杨端那儿干嘛呢 郭杨 干嘛呢 干嘛呢你在这儿 网上说这样可以减肥 想等我回来就直说嘛 别不好意思啊 起腻吧我先走了 想要睡了吗 你怎么不关心我睡没睡啊 知道你睡不着 我陪你溜溜弯走 老公我给你汇报一下我今天的行程啊 今天晚上我参加了一场职业女性的爬梯 不就是一帮自以为是的女的聚在一起 互相吹捧自我陶醉吗 对于女性适当地放松情绪 聚众控诉男性的滔天罪行 我深表同情和支持 只要不构成人身伤害 这种聚会也还算绿色健康 不过 你不光是要说爬梯的事吧 今天晚上我见到的那些职业女性 个个光彩夺目 而且她们的事业都做得很大很辉煌啊 光彩夺目是吧 也会流乱是吧 你这口气怎么有点不对味啊 师伯回来晚了你不高兴啊 你违反了协议的规定 我提出口头抗议 我告诉你我一直遵守协议呢 可你呢 我也是一直遵守协议 才定居出去会朋友的呀 这是协议赋予我的权利啊 我看你有点滥用权利的协议 郭阳同志 你不是一向对我表示理解宽容 并且以实际行动支持我的吗 合着你给我点自由 还得用尺子凉啊 是不是最近你在家里当家庭主妇 当得有点郁闷 心里有点失衡呢 你怎么说话呢 你说那是徐晓婷 没有最好 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这么说过 现在我一个人在外面打拼 挣不到你这些钱 所以呢还得你主外 可是如果有这么一天 我一个人就能挣回我们俩人的钱 你就心甘情愿在家当主夫呢 美的你 谁给你这机会啊 你还别不信了 现在机会就在眼前 今天晚上杨丹正式向我发出邀请 让我跳槽去他的公司当财务总监 我已经正式答应他的邀请 工资是咱俩现有工资的总和 这个问题咱俩回家讨论 怎么不说话了 有危机感了吧 你们男人是不是觉得女人只要一成功 就对你们构成威胁了 可以理解 毕竟这个地球上资源有限 机会不多 那倒不一定 你们女人再这么折腾也还是女人 还得从我们男人身上 找到肯定再去支持和关注 才能找到自我 就像你现在吧 刚爬完梯子 不还得回家找我陪你 听你唠叨吗 要是我也像他们一样 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你还能像现在这么轻松的调侃女人 我虽然欣赏成功女性 可不想自己床上也躺着个 咄咄逼人的女强人 就知道你骨子里是个大男子主义 为什么自己老婆不能是女强人 我要想找女强人 干脆直接找杨丹兰心那儿的不就完了 干嘛费劲八伙白里挑衣的找你啊 当然了 如果你事业有成性情不改 还像原来那么温柔可爱 那就另当别论了 不过据我所知 女强人一般都是汉夫 你怎么知道 你想啊 这女人要是老觉得自己比男人强 老憋着跟男人较劲 时间一长 这雄性特征肯定特别明显 心理碍事容易引起生理反应 有点道理 但要是这辈子只能为家庭捐躯 还真有点不甘心 要是我自甘抱气 专心当家庭饲养员 那也对不起把我塑造的这么优秀的造物主啊 七年以来 一头大猪被我喂胖了 一头小猪被我喂大了 再过几年我老了也喂不动猪了 大猪小猪再把我一脚踢出去 那我是不是特别凄惨啊 女人的毛病又来了 你这过得好好的 冲景什么凄凉晚景啊 成心给自己添堵嘛 要是你能替我分得点家务 照顾小猪 也让我腾出点精力干一番大事 辉煌辉煌 那我的人生不是特别精彩 特别理想吗 既来之则安之 人结了婚就得为家庭投入 我承认你是个合格的饲养员 把大猪小猪都养得不错 这些年你付出了很多 可我也付出了 你想啊 你养猪的大部分饲料都是我提供的 我每个月除了留点零花钱 剩下的钱全交给你嘛 你们男人的付出就是安月交钱 可我们女人的牺牲是整个身心 是自由快乐事业前程 自由快乐事业前程可以追求 我不反对 那得有本事挣这么多钱啊 说真的啊 要是有一天我钱挣得比你多 你是不是得像徐晓宁那么伺候我了 估计不能 我荷尔蒙分泌的太正常 让我扮演中性有点难 不过你多挣钱 我是可以接受的 钱有不少手 你是不是真打定主意要去杨丹那儿了 没有啊 打主意也得跟你商量啊 咱们是订了协议的 这么好的撕滚了 让你一看就是五毛钱 你也太牛了你 还不笑呢 啊 又怎么了 姐夫有请的情况 我得马上见你 什么事那么急 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姐啊 你在哪儿呢 行 马上赶过来 呦 马上赶过去 是不是女的 你当跟你谁的呢 你帮我拿着 我出去的 你干嘛去 你干嘛 是不是女的 肯定是一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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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看 你这四个轮子 到底就是 比我这两个轮子 跑得快 又有什么事啊 我现在一接着你电话 我都紧着 我找你有特别重要的事 我刚得到一个 千载难风的商机 姐夫 这回你可一定得帮我啊 我什么时候没帮你了 说的就是嘛 所以我特别信任你 是这样的啊 一个特别好的项目 投多少赚多少 只要我能投个万八千 我保证在一个月之内 就能把我生活费的问题 都给解决了 而且还能站稳了脚 多好啊 以后省着麻烦你 听说我天上的掉馅饼 不瞒你说 这就跟从天上掉馅饼 差不多 特别棒的机会 所以姐夫 我真是求你了 你无论如何给我想个辙 我在北京 可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合着你姐都不是你亲人了 我姐 女人 咱们跟她说不到一块去 不是 姐夫 你现在得相信我的判断 那毕竟我以前也赚过钱不是吗 在做生意这方面 我比你有经验 相信我 我发誓 到底是个什么商机啊 我帮你判断我判断 我不是不让你帮我判断 这么跟你说吧 姐夫 你虽然呢是设计方面的天才 但是在做生意这方面吧 你也不一定能理解 不是不是 姐夫 姐夫 我跟你说太仔细了 你不一定能听得懂 不是不是 姐夫 姐夫 我这怕你担心我嘛 要不这样 这钱算是你的投资 等着利润出来了 咱俩二一天做五 你看这样行了吧 可我上哪给你编钱去啊 姐夫 其实你一直在我心里啊 我都觉得你老爷们了 你肯定能有办法的 这样 我给你三天时间 够了吧 三天以后我找你啊 我走了 这不就是个冤念吗 好 妈妈 宝宝 妈妈 你今天为什么那么早下班啊 因为妈妈想宝宝了呀 宝宝想没想妈妈呀 想啦 想啦 宝宝 快去练琴去啊 乖 乖的 去 下班了 什么情况 遇了劫色的 老公 你太伟大了 我怎么突然从一届主夫 变成当代伟人了 什么情况啊 我告诉你啊 外地经销商拖欠的贷款 大部分都已经到账了 好啊 这说明我的心理学和逻辑学 还是有威力的 老公 你到底使了什么手段 怎么突然之间那么神了 不相信我可以 相信钱吗 真金白银 胜于雄饼 媳妇 是不是应该适当地 发点奖金以资苦力 你想得美 这下好了 有钱我就可以开工了 顺便我再跟银行贷点款 把收购的事搞定 免得严肠磨度 对 你真的要收购那什么国营企业 别让没吃了肉先惹一身腥 额外要增加一大包袱 去 你会不会说话 别给我添堵啊 还贷款收购 老婆 我还是得冒死提一句 这苦海乌鸦回头是岸 去 这些事你懂什么呀 好好做你的家庭主妇吧 我怎么就不懂了 别看本丈夫每天闭门家中做 但我事事皆动明啊 我跟你说 你先别着急 请一个好的投资顾问 严格按着工作流程 分五个步骤进行 先立下策划 然后谈判 最后才是实施和整合 根据每个阶段 潜在风险的不同特点 分阶段的实施风险管理方式 别让辛苦赚的钱打了水瓢 听我的准没错 老公 别说你说的还有点道理 算我当初没有看走眼 要不这么着吧 这事你帮我招了招了 行啊 我先去把你那个 预定收购的目标底细摸摸清楚 好吧 你就瞧好吧 妈妈 我要让你坐床才怪 怎么样 坐金丝鸟的味道如何呀 嫁个有钱有房还有车的老公 你感觉幸福吗 还行吧 就是在家待着没意思 太寂寞了 身在福中不知福 多少女人羡慕你这种 清闲的太太生活 还不知足呢 你爸也是这么说的 晓晓 你看我这样行吗 随便 你是大美人 怎么样都不难看 据说幸福婚姻这东西吧 就像挂在狗鼻子前头 二指开外的牛肉干 一般都是看得见 够不着 当然 我这都是听别人说的 我还没体会到婚姻的滋问 听你说这话怎么那么令人灰心啊 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幸福的婚姻存在的 我现在就挺幸福的呀 要是你老爸再让我出去工作 我就更幸福喽 是啊 其实我觉得幸福就是一种感觉嘛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估计知足成乐 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你说得太对了 我这个人啊 就挺知足的 得了吧 知足还寂寞呢 也不完全是寂寞 主要是不太习惯现在的生活 跟你爸说呢 他又不理解 说句良心话 你爸以前对我还真是不错 经常陪我去走台 也不在意我的工作 台上台下这么多美女 他从来就不乱撒母 他肯定乱撒母了 不过没让你发现而已 你不能太天真了 把男人都想成了纯情大少 听你这语气 好像你遇到过多少个男人似的 我是无师自通呀 像你跟我老爸这样的老夫少妻吧 开始的时候都挺浪漫 都挺荡气回肠的 到后来就都浪不起来了 为什么 这也都不明白 你也太没想象力了吧 老先生们耳聋眼花寸步难行了 你还如花私欲呢 就得跟人伺候晚年当保姆了呗 那还浪什么呀 就只剩下慢了 说得也是好 我当初光想着爱他来着 怎么就没想那么远呢 爹妈给个笨脑子不怪你 但脑子笨还不爱动脑结 就是你的不对了 不行 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有一天你爸比我先不在了 那我怎么办呢 别看你爸这个人表面上随和 其实呀划头得很 结婚前对我摆一摆顺呢 结婚以后啊 我说什么他都对付我 被动等待不可取 主动出击才是真 你不就要工作吗 对付我爸这样的人只能置取 这样吧 你去准备一份同意太太出去工作的保证书 然后想办法让他在上面签字画鸭 把生米煮成熟饭 行吗 怎么不行 现在是法治社会 像你这样的弱女子 更应当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 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保证书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呀 干脆我替你洗操一份得了 干脆我替你洗操一份得了 再加上特计承诺 不得反悔 妥了 这样好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 不是说结婚以后不喝这么多的吗 这是跟客户这门儿 高兴 关琴 我爸喝这么多 准是那老客户掏钱 陈死了 你还没想到 来 要吐 快快快 晓晓 来来来 你再缓缓啊 来来来 拿 吐吧 吐吧 不吐了 机会 机会啊 喝多了 等酒醒了不认账怎么办呢 谁不认账 删的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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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 我看这些高兴 美人 老公 这是几样 两三个 四五个 我睡醒一下我告诉你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来来来 起来 起 等一会儿啊 我给你拿个垫子 垫舒服了 这边还有一个 这儿 对了 靠着 舒服吧 老公 看 在这儿 这儿 签上你的大名 写上长安 同意 老婆的外边工作 这个我不敢保证 太危险 不能签 不能签 老公 你不是都送给人家一大瓶签纸喝吗 你不是答应过要满足我的工作愿望吗 你不会能说话不算坏啊 老公 你就投点资给我开个服装店吧 行不行啊 现在什么时候 资金这么紧张 女人真不懂得男人难哪 阿姨啊 我就是临时周转一下嘛 等我赚了钱 我就能帮你缓解自行紧张问题啊 那多好啊 老公 我呢 结婚之前找人算了一挂 我这个人特别有帮富向 老公 你就让我帮帮你吧 再说了 将来我自己挣钱自己花 那多潇洒呀 你省得我老跟你这个小气鬼 受财奴天天抹嘴皮子了是不是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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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你别睡啊 快醒醒啊 我跟你说事呢 你不要睡了 起来 醒醒 老公 别睡了 别睡了你 别烦我了 烦我 我是一家世主 我说了算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以后不会再提醒 你牛什么呀你 你是一家世主 那我还是一家世主妇呢 你不要睡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不许睡 讨厌 你不许睡 套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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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怎么样 阴谋得逞了吗 我替你给我爸在织斗的时候 动静还挺大的 别提了 昨天你爸喝多了 在地上睡了一宿 还是没得逞 看样我爸可不是真醉 他对你心里的小算法可清楚得很 我不打算指望你爸了 就算他不给我投钱 我也要出去工作 看样我爸可不是真醉 我绝不能待在家里 让自己熬成黄脸婆 我已经想好了 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 我要马上行动起来 出去走秀 燕子邪妮照样能累我 我本来对老爸就没抱什么希望 看到你的遭遇更是彻底死心了 我也得马上行动了 青春不能在等待中蹉跎呀 什么姓 在哪儿啊 好好好我知道了 谢了啊 在哪儿啊 有完美的位置 这个位置 这位她对面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又来一伙啊 记住了 记住了 每天上午两小时 下午两小时 好好好 我问一下报酬是多少啊 真的 好好好 没问题 行 拜拜 拜拜 姑娘 最近老师早出晚归的往外跑的忙什么呢 就在看画廊跑画成啊 想先把自己的画放在别人画廊待卖 为了几家店人家都不敢冒 看了我还是要自己开画廊 就不相信我的画就这么不招人待见 人家都不愿意卖你的画 可见你的画卖不出去 你自己开画廊非赔死不可 我可不敢给你投资 老爸 我看你是叫陈梦给吓着了 我又没让你给投资 不过你能主动想到这儿 我已经很感动了 你可别像陈梦似的啊 先给我打这麻药 然后再捅一刀 爸 要是我能证明我的画有市场 你能不能暂时给我投电子 这画是要能卖出去 在哪卖不行啊 没有必要非自己开画廊不可啊 我的人生准则是啊 钱得用到刀刃上 凡事当花不当花的 一笔不划 当我没说 本来也没想靠你 哎呀 本来吧 我以为我是刀刃呢 后来发现不是 哎 这清闺女总该是刀刃了吧 合合这也不是啊 真不知道你这刀刃到底在哪呢 看来想要我爸支持咱俩事业起步 是彻底没戏喽 哎 将来啊 非得靠自己能力 赶出点名堂来 让他看看不可 嗯 我也是 坚决将自立更生分发图强 坚持到底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今后咱俩就是同一战侯的战友了 喂 到了到了 马上就到 到门口了到门口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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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带来了吗 我实话跟你说 我就五百块钱私房钱 我又不能跟你姐要 我辞职的事也能自首 要不然你也跟我回家自首 让你姐给你投资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这头上顶着雷呢 现在真不能回去 你顶什么雷啊 要是大事我可真不替你瞒 赶紧跟家里人说 我现在不告诉你吧 是怕将来有一天我姐知道了 你跟着担责任 不是 你别太紧张啊 我现在是能跟家里说 他们也能帮我解决问题 可是我是一大男人 我不能什么事都指着家里 是不是 再说了 他们要是给我解决问题了 那我不就等于失去了 再折腾的自由跟权利 那我以后折腾的时间还长让了 我不能让他们给我看死了呀 反正我觉得我这想法挺爷们的 你应该能理解吧 你总有说字 你能理解就最好了 所以姐夫我求你了 你一定给我想折弄了一万块钱 我有了这钱我才能解决这麻烦 你那雷犯法吗 肯定不犯法 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那咱说好了啊 这是最后一回 你要下次再张嘴 只有一条出路 咱俩一块见你姐 最后一回 我保证 其实姐夫我觉着你老爷们了 我相信你 等你好消息啊 行了 张姐啊 你最近忙吗 还不就那样呗 你还好吧 也还那样 你之前说 找到满意的设计师之前 随时等我改主意 我想问问 找到满意的设计师了吗 还没呢 哪有那么容易啊 难道说你改变主意了 太好了 那我们见面谈谈吧 好啊 约哪儿啊 好 一会儿见 我可以再出一套 全新的设计方案给你 绝不会跟之前那套方案 有任何类图 但这个事 我不希望原来的设计公司知道 你放心好了 我绝对不会对外透露消息的 这几天咱们抓紧时间 把合同签了 我把定金付给你 我们就开工好吗 我实在一天都不想等了 再等就要把我的黄金销售期 给等过了 没问题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一切顺利 现在是企业最关键的时刻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各部门做好本职工作 别拖别人后腿明白吗 明白 我打算加快收购国企的步伐 收购计划的第一步是 深入细致的实体考察阶段 考察的过程当中 各部门都要抓紧时间 必须以公司的利益为重 严谨慎重 不得参加个人的水分和虚假信息 我好根据你们考察的结果 尽快选定备选目标 制定可行性计划收购 明白吗 明白 眼下最重要的工作是 安期保质保量地完成非洲的大订单 现在资金基本到位了 要抓紧时间组织原料 保证工厂安期开工 蓝总 工艺部那边也有些情况 这批订单必须用上好的小羊皮 和今后的牛皮 库存的备料都用完了 采购的人出去好几天了 还没有犯过结果 让工艺部门的人 赶快想办法解决一部分应急啊 现在立刻马上 这种料不好找啊 以往都是在原先地找货源 没那么快啊 那你也给我想办法 要不然我要你这个副总干嘛的呀 什么事都让我操心啊 先集中库存的原料马上投产 让采购的人抓紧时间 我限你三天之内 必须让我听到原料采购的好消息 蓝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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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你好 晓妮哥 袁袁 怎么了 你快来一下 蓝总突然咳嗽咳出血来了 我马上过来啊 讨厌 太阳就是太阳 照着半边月亮 房子车子我养 孩子你多帮忙 西衣煮饭煲汤 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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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责任一起来抗 没有谁比谁强 一个家庭需要榜样 需要配合互相欣赏 责任一起来抗 没有谁比谁强 一个家庭需要榜样 需要配合互相欣赏 阿费 感谢观看